手术后回诊 陈女士精神好多了 回想三年前 她骑机车外出 视线模糊 走路也摇摇晃晃 结果检查后 确诊是海绵状血管瘤 两公分的血管瘤 长在脑干的位置 脑干本身的功能非常的多 在这个位置 开到非常高的风险 切口要很小 尽量减少破坏正常的脑组织 精准手术切除病罩 再透过副检慢慢恢复 安全 安全 一定要让我先走 所以你要抓拌才会痛 双手扶着东西的话 我可以走 还没开的时候是头很重 而且又一个头又很紧很紧 这样子 现在是这个症状完全没有了 海绵状血管瘤是一种脑部血管病变 每一次出血都会造成新的神经症状出现 就像脑中一颗不定时炸弹 重复出血超过三次 必须要开刀治疗 大爱新闻李明峰 嘉义报导